有人想问NVIDIA,就是Alan Ting 他说看到三月以来的走势转强了,究竟现在还可不可以买入呢? 汽车业务有会不会是他未来潜在的增长引擎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位观众就跟得很贴的 因为平时都有问我们 就是这么说,也规矩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最近加仓里面,那其实NVIDIA也有加的 那我们就变成就不会特别去想目标价那些东西 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因为这段时间都比较有机会突然间出现短线的操作 我们都有机会突然间走的,这种信念 就是信念就不够什么Tesla那些那么高的 是的,但是我们会觉得始终如果你用它自身调整了那么多 其实这个估值开始吸引回的,那还有其实它最近都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叫做GTC 就是GPU的Technology Conference那里呢 其实它公布了好像七至八个不同新的product出来的 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一个GPU和CPU的一个混合 那那个,即是混合的一个circuit 那其实那个是比较是做一些graphic 和一个AI的性能上面的有效度大大提高 这个是值得冲劲的 那还有看到它的data center上面的相关东西都有帮助 那但是如果就着,如果你说车上面呢 我不敢,我不觉得车上面的业务 对于它暂时这半,就是上半年 有这么多冲景住 虽然它那个什么Drive Orion 那其实就和30间大型车企 就是大家说得出的传统车企的名字都会有份 那还有Lucid,还有比较特别最近和它签了一些新的合同 那但是始终整扎车企出现一个问题就是supply chain 那还有其实就是supply chain 就是令到它们的生产量是不是这么高 那首先你不会预期一些ice car 就是传统那些燃油车会做很多自动驾驶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那个方向 那其实ice car是那些传统车厂 顶着吊着盐水的东西而已 是的,那大家都是要看转型去新能源车 通常新能源车才会做自动驾驶的而已 那否则你都不会用到NVIDIA这些这样的晶片 那所以你是要幻想就是 那个30大车企里面有多少是会走去自动驾驶那边走得快呢? 就是新能源车那边走得快呢? 那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景 就是就着你这条问题这样搭多一些车上面的东西 那就是因为其实车企上面 供应有影响 你还要新能源车里面用这么多电 其实电的成本远远提高了很多 那纵使叫做在传统车企做得比较好的 我当美国车企做得比较好的 其实他在说今年呢 都是下年了 二三年 希望做到六十万架次而已 sorry Tesla上年已经是说接近一百万 那你现在 下年才说六十万架次 就大概二百 就是我看着短线操作大概二百四十五元 会不会收到 是的 那你见到他在FAN index上面 都不算特别厉害那一只 那尤其是 补充一点 因为他上次在我们那个Youtube 我们都说多了一只 因为其实他上次问NVIDIA的时候 我们有分享到就是说 这段时间看下去 美国的晶片股呢 就不像在炒最大型那些的 就是不是炒什么 上一两年大家最喜欢的TSM AMD 那些的 反过来 其实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下游呢 就好像大家的钱会比较容易追逐 那就是其中一只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selectif我们出的那只 美国澳洲未来世界指数里面 刚刚早两个礼拜左右 月初 月初的时候做了一个重新选股 就是他们每三个月 指数公司会自动用我们那个黑客去选股的 那选了四十只出来 其中一只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下游晶片股的 就是ACLS的 那ACLS呢其实就是 是一个下游上面 但他不是 其实市占不是最多的 其实那个什么 游离子那方面呢 其实可能大家会知道那间是AMAT 大很多 因为他的市占大概 AMAT占六成 ACLS占两成左右而已 那但是因为如果你计 集中度比较专一些呢 就其实ACLS会比较专一些的 那你会看到 其实ACLS 就是你就算看个股价图 你都会看到 其实他突破了 你突破了之前的高位 七十七个六 甚至或者你保守一点 当他一月份 开始走过三角形整固 那其实72元那天 就是突破了那个下降轨 那看上去资金面 就好像喜欢这类型多些的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 就是passive 就是index这边选了这只股份之后呢 其实我们active 就是主动操作那边呢 都有加到这只仓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 如果你真的在晶片板块里面 可能你留意一下 资金面是有少少偏好转变了